应该是12月9日 起义时间至关重要 晚天一天就会落在别的省的后面 1949年12月 在中国民国时期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四年多的卢汉决心起义 被蒋介石派来监督其的中央军 嫡系精锐第八军军长李弥 和26军军长于成万 带领两军企图围攻昆明 此时蒋介石已经败退台湾 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 在解放军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这云南是他们在大陆最后的七身地 得到卢汉救助消息的解放军 派出四野三十八军 三十九军各一个市 二野十三军两个市 十四军和十五军及持昆明驻战 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 围攻昆明的国民党军队如鸟受散 最终国民党大部分部队被俘 只有一小只部队向缅甸方向仓皇而逃 但这支屡战屡败的国军残军却在缅甸成为战神 缅甸政府头疼数十年 最后只能向中国求救 云南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前最后的七身地 最后在这里的国民党守军 是卢汉部队第七十四军和第九十三军 还有蒋介石派来的中央军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 按照建制 这四个军的指挥权都归卢汉 但实际上 中央军是蒋介石派来监视前置卢汉的 第八军军长李弥 才是指挥中央军的一号人物 李弥和于成万都是蒋介石手下的汉将 于成万一直是第二十六军的军长 而李弥元是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团司令官 他们都是黄土军系将领 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却是李弥 原因是于成万在长德保卫战后 曾被撤职查办过 蒋介石老谋深算 他看出卢汉有起义之意 便派李弥去云南监视 临别前 蒋介石明确逐步 云南政局不稳 卢汉不可靠 西南是反攻的最后根据地 蒋介石还答应李弥 若反攻成功 他就改组卢汉政府 让李弥当云南省主席 这个承诺确实让李弥很心动 他立即赶往昆明 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加紧扩军备战 然而 他没有想到 卢汉的起义动作竟如此之快 卢汉趁着李弥做专机 向蒋介石汇报的空档 抓紧部署起义事宜 他下令所有飞到昆明的飞机靠停后 一律不得离开 机场的汽油库 也让他手下的九十三军的一个营负责接管 李弥回到昆明后 收到了卢汉以张群的名义发来的请帖 要他到青云路公馆开会 同时 被邀请的还有虞成万等在昆明的其他讲戏要员 由于张群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李弥不敢拒绝 准时参加会议 但当他们到达公馆时 里面的卫兵收走了他们身上的枪支 几个人这才知道这是卢汉举办的鸿门宴 当晚十点 卢汉在光复楼的电话总机上 宣布云南起义 接着 起义部队控制了昆明全城 被扣押的李弥 虞成万等人则在深夜十一点左右 被押送到了五华山 但是李弥也并非全无准备 就在他参加这次鸿门宴之前 他就命令其副军长曹天歌率部队 以军事训练为由离开原驻地 卢汉起义的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暴跳如雷 任命曹天歌为第八军代理军长 和第26军的副军长联合围攻昆明 昆明一时间陷入了被动状态 就在城池危在旦夕之际 卢汉与李弥与城外商量 试图用放他们来换取昆明平安 李弥答应得十分勤快 可当李弥获得自由后 他立马反悔 背弃了和卢汉的休战承诺 指挥部队加紧攻城 然而在卢汉的心理攻势下 于城外已经没有了战斗欲望 他有意命令第26军撤退 这让李弥感到鼓掌难鸣 就在这时 接应卢汉的机防军 二野第13军线头部队逼近昆明 李弥只好命令部队 向滇南中缅边境撤退 李弥看着一大片压过来的解放军 淮海战场上的阴影又回忆起来 他让部队以蒙字为据点建立反共根据地 自己却随着国军中参谋长辗转逃到了台湾 国民党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 毫无悬念 这场昆明围城之战又是解放军取得了胜利 于城外的26军狂奔跌越边境 结果大步在越南黄莲山省被法国殖民军缴械 李弥的第八军也被打散 吓坏了的李弥把残部安排在了蒙字 自己则溜之大吉了 当然 这个所谓的反共根据地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 也没能保住 然而 一支国军部队却逃出了解放军的围攻 这个团在撤入缅甸三道地区后 遇到了躲过解放军和法军双重围剿的 国民党26军的278团 以及由二战期间国民政府派往缅甸的远征军地方自卫团 三股势力加起来共有1400多人 这只颠沛流离的国民党 残军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缅甸密林中四处碰撞 没过多久就已是山穷水尽 到1950年3月底 除台湾会来5万台铸外 其他军饷全部靠缅甸华侨帮助 就在残军将要走到绝境的时候 李迷出现了 为解燃眉之急 也为了重述微信 李迷还将自己的私房钱10万美元拿来 给残军改善生活 之后 李迷以董文会的话名 前往台湾驻泰国大使馆 希望台湾当局能够批准残军恢复第八军番号 台湾当局给出的回应是 只要残军自筹良想便可恢复 并且必须等到部队推进到中国大陆境内才能生效 就在李迷幻想着反攻大陆的时候 缅甸联邦政府对国民党的这支残军很不满意 自己的领地出现了其他国家的部队 缅甸政府哪能熟视无睹 于是 缅甸政府开始试图用武力驱散这支残军 1950年3月 缅甸仰光方面先是命令警东驻军突击搜查当地华侨 断绝了华侨对残军的后勤补给 然后缅甸空军出动飞机侦察和扫射里尼部队的阵地 最后出动陆军围剿 为了驱散国民党残军 仰光方面出动了空军和陆军 也派出了不少武器 然而围剿的结局却是令人大跌眼镜 6月17日 李国辉组织了一支包括侦察兵 通信兵和炮兵在内的50人赶死队 突袭尚未完毕的缅甸炮兵阵地 但这群由日本训练的伪军转变过来的缅甸军队 在面对突袭时竟然无力还击 被残军一举歼灭 还失去了一门英智25棒炮 第二天 李国辉又带着突袭部队对缅甸军队发起攻击 并首先秘密占领了缅甸炮兵阵地 用缅甸自己的炮弹打跑了缅甸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李弥残军连续攻下了四个村庄 并成功将主力运回到缅北重地大齐历城下 原本是想消灭残军 不想却被残军反咬一口 缅甸政府气得牙痒痒 大齐历常驻人口三万人 物资充沛 交通便利 李弥为了把这里作为日后的根据地 想到了一招引蛇出洞 将缅军引出大齐历城 然后再用炮火消灭 6月20日 大齐历之战打响了 李弥残军先向大齐历缅军发动阳攻 缅军看到残军人数不多便掉以轻心 最终掉到了李弥部下的包围圈 看到时机成熟 一时间 缅军被打得横尸遍野 这一仗 李弥残军战死408人 受伤602人 缅军却死亡1500余人 受伤3000余人 可以说缅军惨败 不仅伤亡巨大 而且失去了一座经济富饶的城池 国民党残军击溃军的消息 震惊了缅甸 泰国 老挝三国 有人还将这支国民党残军成为战神 在解放军那里总是挫败的国民党残军 在缅甸又重拾了自信 缅甸打不过 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大使馆 请求华盛顿转到台北 让李弥残军投降或者撤离 否则缅甸政府将会向联合国提起诉讼 缅甸政府抓住了美国的反共心理 说李弥残军对中国大陆根本起不到牵制作用 留在缅甸反而能给中国带来干涉的作用 况且 李弥残军在缅北还会削弱缅军清剿境内的共产党武装力量 美国国务卿听后感觉很有道理 便向蒋介石施压 蒋介石表面上发出了三条电报 命令李弥撤离 安地里早已和李弥商量好 以没有足够补给无法动身的理由 拒步撤离 见此 美国只好让泰国同意台湾当局 街道向李弥残军提供大米 药品等补给 待到差不多时 李弥撤出了大气力 不过 李弥可并不想全部撤退出去 此时朝鲜战争爆发 毛主席派出了志愿军前去支援 他认定这是残军继续生存的良机 便以壮大残军可以进军云南 牵制解放军进入朝鲜为由 与美国海军少将格雷夫斯取得了联系 格雷夫斯认为李弥说的有几分道理 便告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于是杜鲁门想到了一个阴险的计划 就是全力支持李弥残军 命其攻击云南 这样 他就可以培养李弥成为 中国境内除蒋介石外的第三反共势力 为了防止日后暴露此阴险计划 美国还得到了泰国这个挡箭牌的协助 美国中警局雇佣美国人陈纳德创立的 迷航空运公司 把先进武器交给泰国 再由泰国交给李弥残军 不久 台湾当局也参与到这次的支援计划 从台湾空运区许多教官 特工 充当李弥部队中的中级军官 美国 台湾的暗箱操作 让李弥残军规模迅速扩大 李弥备受55 迅速将部队分为南北两路 向云南边境推进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 李弥残军就攻占了云南边境的八个县 自以为有先进装备的李弥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在缅军面前是战神 在解放军面前却是战扎 解放军召集了相当数量的空军部队 对李弥残军进行了毁灭性攻击 李弥见情况不对 一旦要不足联盟退回了缅甸 李弥残军回到缅甸后 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但是李弥好像并不在乎 他除了继续做美国中情局的工作外 还争取与对抗缅甸中央政府的两股势力的合作 李弥的做法让缅甸政府更加恼怒 决定再一次对李弥残军进行围剿 1952年 仰光方面掀起了第二次报复狂潮 先是以各种罪状逮捕台湾华侨 然后派遣秘密特工 潜入缅北调查李弥 与那两个势力合作的情报 并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起控诉 但是缅甸的各种操作丝毫得不到反应 在美国和台湾的背后支持 缅甸有苦难言 既然得不到国际回应 缅甸决定自行解决 缅军先斩断了李弥的海上补给线 后集中7000精锐向李弥残军发动攻击 可惜这一次的围剿依旧失败 李弥早已买通了一些腐败的缅甸官员 在缅军进攻时获取了大量情报 缅军惨败 不过这一次缅甸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他们利用这次惨败向联合国控诉国民党侵略 这一控诉果然带来了反响 国际社会对李弥残军进行了口诛比拔 招架不住的李弥只好向台湾当局求助 通过协商 缅甸政府根据情报数据要求 李弥残军撤出缅甸境内1.2万人 但李弥却以部队 使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民意改变而成的理由 只答应撤退2000人 缅甸方面不愿意 又对李弥残军进行了第三次围剿 这一次因缺少弹药 李弥很快就招架不住 急忙向蒋介石求助 蒋介石亲自与美国总统 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联系 才终于让缅军停火 最终 从1954年2月到3月 李弥部队开始分批向台湾撤退 但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1958年 缅甸边防军发现有1200多名国民党士兵乘坐运输机 到达缅甸北部 还建立起了机场和营地 然后招募仍躲藏在附近山里的原李弥部下 李弥残部非但没有撤退干净 而且还在湄公河畔开设了9个教导大队 培训出2000名作战骨干 鉴于这股国民党残军势力越来越大 缅甸政府感到一阵阵后怕 当初仅仅一支残军就将缅军打得落花流水 现在又组建出如此强大的军队 恐怕更加难以招架 在无奈之下 缅甸政府只好寻求中国的帮助 1960年到1961年 中美两国政府采取了联合行动 彻底当平了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反攻大陆部队 被赶出缅甸的国民党残军想要到老挝避难 但是刚刚取得政权的老挝右派政府并不想招惹此事 于是和缅甸政府一起在联合国控告台湾当局 乱班无奈之下 国民党残军只好撤回台湾 然而国民党残军并没有全部发挥台湾 张苏泉带领300多人 以替老挝右派政府进攻左派为代价 换取了留在老挝的条件 没想到在1962年 张苏泉率部投靠了金三角毒枭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为非作歹 直到2007年 胡销组织在内外交困中瓦解 张苏泉之后被软禁在阳光 纵观整个事件 李弥残军最后的发展实属 没有让人想到 在美国和台湾的暗中操作下 不仅给新中国建设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还轰动了世界 不过 美国和台湾对这支残军的支持 只是鉴于利益之上 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 李弥残军发展得再快 也只是昙花一现 李弥残军